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读书的妮妮 今天我们朗读的散文是 一天,一月,一年,一生 一起来听 一天的时间很短暂 短暂到未拥抱清晨 就已经要卧别黑夜 一天天组成一月月 一月的时间很短暂 短暂到未感受一月起始 就已经要与当月说再见 一月月组成一年年 一年的时间很短暂 短暂到未感受春夏 就已经要迎接秋冬 一年年组成一辈子 一生的时间很短暂 短暂到还未细品 就要挥手告别 这就是人生 我们无法回到过去 更无法预料未来 我们所拥有的只有当下 好事坏事 终成往事 有句话说得好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有多少往事 如过眼云烟 又有多少记忆 如白剧过戏般 翩然而去 过去只是过去 能做的应该往前看 珍惜现在 有一个穷哲人 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走 他每天都过得特别开心 仿佛天生没有烦恼 有一天 他路过一个村庄 有位老人注意到他 随口问 你说人生怎么就那么苦呢 穷哲人摇摇头 我不觉得苦啊 每一天都是新的 很快乐 老人不明白 新的一天又有新的烦恼呀 另一位老人也不理解 怎么可能遇到坏事 什么都不管 不担心 遇到好事 不高兴庆祝呢 穷哲人笑着回应 当然不是 所有的不好都将落幕 往事我们无法改变 能改变的只有现在 也只有自己 保持好心情 对待每一天 他终会以好的回报给你 不必自怨自意 世间除了生死之外 都是小事而已 世间会验证一切 不经一番寒澈骨 怎得梅花扑鼻香 人的坚持有时候 或许是一番执着 疑惑者足够大的勇气 无需在意他人的看法 时间 自会为你证明一切 哥德写福士德 用了六十年时间 到顿尔 做一项实验记录 真正坚持了五十年 写下二十多万次的数据 取得丰硕成果 法国马赛有一名 叫多梅尔的警官 为了寄捕一名罪犯 查了无数文件和档案 足迹踏遍四大洲 打了三十多万次电话 形成八十多万公里 多年来 他把全部心思 都放在追捕罪犯上 结果两任妻子 都离他而去 但他视之不语 经过五十二年 漫长的追捕 他终于将罪犯 捉拿归案 当他拿手铐 铐住凶手时 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 他兴奋地说 小哀梅可以瞑目了 我也可以退休了 有记者问他 花这么大的代价 值得吗 他回答说 一个人一生 只要干好一件事 一辈子就没有白活过 足见坚持得重要 地久天长 永垂不朽 懂我者 为我心忧 不懂我者 为我何求 做好自己 让时间证明 它是化解 证明一切的 最好两方 有些东西 往往越辩解 越扯不清 交给时间 它自会解决 别等来日方长 学会珍惜当下 毕书明说 毕书明说 有一些事情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 无法懂得 当我们懂得的时候 已不再年轻 世上有些东西 可以弥补 有些东西 永无弥补的可能 总以为人生还长 时间还有 结果 最好的 却在中途失去了 很多人和事 一去不复返 再也无法追回 人生在世 世事无常 悠悠时光 看似漫长 不过是白剧过细 忽然而已 黄渤的父亲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已经是中后期 刚开始 他以为父亲 只是年纪大了 记忆力出了问题 有一天 他回家 发现父亲 对他特别客气 就觉得有点奇怪 直到父亲 叫出了 自己战友的名字 原来 父亲把他 当成了一位老战友 他小心翼翼地提醒 我是您儿子 父亲说 我从来没有过儿子 这一句话 瞬间击垮了他 回不去的时候 才知道 有时候 能喊一声小鸣 能坐着聊聊天 哪怕 是挨上一顿打 都是奢望 村上春树 有一句话 耐人寻味 他说 我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 其实不是 人是一瞬间变老的 也就是在人生的这种时刻 才会大彻大悟 哪来的来日方长 今天过的幸福 比什么都重要 一天很短 已经失去的 就学会放手 一月很短 有所能坚持下去的事 认真做 一年很短 别总是等来日和以后 和想见的人多些重逢 因为感情真的需要维系 一生很短 免不了会有遗憾 但我们可以尽自己所能 少留些悔恨 过去已经很远 未来也还遥远 最好的时光就是当下 最好的生活就是有 一天天一月月 一年年 一辈子 父母健在 只挤三两 便已足矣